桃园市有沸沸出没 历经18天逃亡昨天被逮 却因枪伤死亡 过程一点重重 各方说法不一 已知参与单位包括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 六福村 以及自行携枪参与并射杀沸沸的灵性猎人 中央社统整桃园沸沸之死 期待待离亲一点 围捕现场究竟有多少组人 是否知道彼此 猎人说 现场有桃园市农业局的人 六福村的寿衣等等 但都是穿便服 不知道谁是谁 桃园市农业局说 共派出两组人 一组五到十人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来 加上还有其他单位 现场很乱 也没有清点人数 不知道到底来多少人 也并非所有人都互相认识 六福村说 配合警方调查 不便发言 谁通知猎人到场 猎人说 接到新竹县政府农业处 廖先生联系 希望他能协助围捕 新竹县农业处说 有联系猎人 请对方在竹县待命 不清楚是谁指派 但县府不会派猎人 跨区到桃园围捕 桃园市农业局说 桃园眉尾请猎人 协助搜捕 六福村说 原方全程配合桃园市农业局 安排指挥 不清楚是有哪个单位 安排猎人 持猎枪 跨区加入追捕 桃园农业局知不知道猎人在场 有猎枪 猎人说 他在现场与桃园市农业局 一起行动三至四个小时 对方完全知情 也有告知现场人员 不确定是农业局 还是六福村 他使用的是自制猎枪 桃园市农业局说 管制人员准备要拿手电筒 找废废时 有遇到猎人 但不知道他的身份是猎人 也不知道猎人 是真枪时代 谁受益猎人开枪 猎人说 六福村的年轻人受益他开枪 他原先以为年轻人 是属桃园市农业局 开枪后才知道是属六福村 六福村说 没有六福村人员 只是猎人开枪 将对猎人提告 桃园市农业局说 没有授权 也没有示意猎人开枪 谁知道猎人有开枪 猎人说 叫他开枪的六福村年轻人 和桃园市农业局一名高高的人都知道 桃园市农业局说 第一时间以为 废废是被麻醉枪射击 六福村带回治疗后 才知是真枪时代 六福村说 配合警方调查 暂不回应 麻醉枪 究竟开了几枪 没打中 猎人说 不确定是桃园市农业局 还是六福村的人员 开了三枪都没中 桃园市农业局说 没有开麻醉枪 麻醉枪是六福村开的 六福村说 配合警方调查 暂不回应 废废从哪来的 六福村说 废废不是他们动物园的 经清点数量 不但没减少 还多一只 桃园市农业局说 桃园没有人登记饲养废废 竹县府24日表示 实地了解六福村饲养状状况 没有发现可能逃逸的漏洞 但仍要求原方 精算饲养的废废数量 一周内完成清典并回报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订阅 赞 订阅